大家晚安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台湾新生 我是苏恒 各位都知道礼拜二的时候发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原定在2019年准备在台中举办的东亚清运呢 已经被取消了 这件事情呢其实让台湾很多人都非常的愤怒 尤其呢就是执政党民进党 以及行政院跟总统蔡英文呢 都非常的生气 他们认为这个是对岸的一个打压 当中呢其实立委郭正亮先生他有提到 他说其实一个重要的国际赛事 如果今天要停办的话呢 有两个状况发生 第一个呢就是经济问题 当主办政府呢他在经济上面无法附和的时候 他就会提出说他要停办赛事的这个要求 第二个是政治问题 就是当政治动荡到会严重影响到选手安全时 也会停办赛事 今天这两个问题呢都没有发生 那怎么可以硬生生的把2019年的东亚清运就这么取消掉了呢 其实我想纠正郭正亮委员一下 第二个选项呢其实已经发生了 怎么说各位都知道台湾今年选举很热闹 除了九和一大选之外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公投案准备要提出了 其中一项公投案是什么 禁止拿五星旗 如果说今天这个公投案真的过了 请问一下大陆队这些选手来的时候 他们要拿什么旗帜呢 这样子对大陆选手而言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安全呢 所以如果说今天在这样子的考量之下 那是不是我们也有在政治上严重影响选手安全的问题产生了呢 所以今天当我们用一堆的意识形态去提这些公投案的时候 某种程度上我们其实也在限缩了我们的国际空间 如果真的这个五星旗的案子过了的话 以后台湾不要想再办任何重要的国际赛事 因为大陆绝对不会同意 因为世界各国也通通不会把赞成票投给我们台湾 因为太简单了嘛 我们根本就是把国际赛事当儿戏啊 再来就说到啦 很多人说其实大陆这个行为呢 根本就是在帮台中反选举 你是在帮民进党服选耶 我跟各位报告 我认为其实现在对北京来说 他们一点都不在乎国民党的选情如何 因为对很多同派来说 其实真正在阻碍两岸统一的最大的作用力是谁 根本就是国民党啊 国民党一直喊着说我们要和平要和平 但是对国民党而言 他们也根本就不想统一不是吗 所以其实我认为呢 对大陆而言 国民党的选情怎么样不重要 但是民族的复兴跟民族的利益来说 对他们而言才是最重要的 对大陆来说 今天他们针对2019的东亚清运这件事情 他们反的其实不是台湾 他们打压的不是台湾 他们打压的是台独啊 我跟各位报告 我现在手上就有一张连署 这个是2020的东京奥运的正名的连署 我们可以看到到底是谁让政治不再是政治 让政治影响到了体育呢 不就是民进党 不就是这些独派团体吗 我们一直都知道 当我们对联合国提出这样子的诉求的时候 我们的选手们根本就不可能有办法去参加任何的国际赛事 但是这些独派团体依然要硬干 为什么 不就是为了谋求政治上的利益吗 希望用公投绑大选啊 所以他们不顾选手的未来 也不顾选手的利益 他们就硬要提一个正名公投出来嘛 那既然你都认为选手能不能出赛一点都不重要了 那为什么大家要对于东亚清运这件事情感到的这么的愤怒呢 是谁在罔顾选手的权益 不就是这些独派团体吗 所以我认为当民进党国民党高喊说 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 两个不要混在一起谈的时候 很抱歉 这个根本就是在欺骗大家 因为从来体育就不纯粹是体育 政治什么都可以干涉 我们从把管案就可以看到 政治早就生进了教育 政治早就生进了体育 所有的一切都跟不可能不跟政治扯上关系的不是吗 我认为今天这件事情 虽然我们也真的很希望台中能够再继续举办东亚清运 但是如果按照民进党继续这样子纵容独派 去这样子扰乱我们台湾的民生 扰乱我们台湾的所有内部和谐的话 那其实再这样下去 不就是我们全台湾最大的危险了吗